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可话怎么办啊 怎么又提这场 你放心 我比你还担心那幅画呢 你说话有点怪啊 刚才不是在冲我说 赵文杰赵文杰能收到吗 是这样啊 刚才从你进了修车航 我们这边就没信号 是这样的 干吗 丁生火刚才跟我说 只要我去了 廖德彤就能买下那幅画 那这廖德彤跟庄药板 到底什么关系啊 廖德彤查一件 打听起你罢了 之前谁信誓旦旦地说 跟他没关系了 去之前我总得了解清楚吧 万一他俩是仇人的 你们家上辈的事 我不清楚 也不关系 不过老丁已经说了 廖德彤信庄药板 听老丁的 没错 有了 廖德彤 德药集团的董事长 咱清城市有名的企业家 和收藏家 三年前还开了个私人拍卖行 主要拍卖文杰和字画 那丁生火说的那个什么 甲壳虫 真有那么厉害 就藏在那卷轴天杆里 就这么大 它能让廖德彤整个安保系统 都失效 你想问疾问多啊 老丁的计划肯定万无一失 做好你自己该做的就行了 我也是担心 我们能不能成功地进入金库 既然我上了你们贼船 我就得知道 我能不能平安下船 怎么着 到现在 还不相信老丁的能力 是吗 信 我信 你说得没错 丁生火确实厉害 比警察都厉害 昨天那个 叫罗金的警察 来我房间里 我两三句就可能不能过去了 那丁生火真是神出鬼魔 感觉他随时随地都能成功 谁呢这是 警察能提前一步 老丁就能提前十步 真等那帮臭警察发现了什么 怎么早就没影了 觉得我们手慢了 到现在也不复记忆 不把这帮人摁了是吧 是 就把心放肚子里 别老想起有些没的 你的想法我理解 现在我们就动手的话 没证据啊 判不了多久啊 你也不希望说没过几年 这帮人就又出现在 你跟前又挨你的眼吧 再等等 挨心点 咱们证据来个人葬巨祸 可话怎么办啊 你卖给廖德彤 就这么不管了 你脑子有病嘛 怎么又提这茬 你放心 我比你还担心那幅画呢 你说话有点怪啊 我知道你怪在哪儿呢 感情 嗯 刚才不是在冲我说 你怎么是在背后埋怨老丁呢 是吧 哎你脑子有炮吧 这话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吗 大不了我从金库里 再给你顺出来呗 行不行 对了 对了 我也问你点事 刚才老丁 单独嘱咐你 和廖德彤交易的事 到底说什么了 他躺进化了小心点 他让我小心点 就这 别乱说话 还让我别乱说话 听他的吩咐一句一句来 我都感觉自己快成一个工具人 是老丁的风格 李朗老实实听他的 你要是自主主张坏事 可当心了 跟着的小心点啊 保持距离 明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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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